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大陆的新华社在今天早上10点发布了最新的消息 就是宣布撤除薄熙来重庆市委书记的职务 而薄熙来他本来是有可能进入下一届 大陆领导阶层的热门人选 不过因为他的手下王立军 跑进了成都的美国总领馆 然后爆发了这个备受中外瞩目的 重庆的王立军事件 也引起了大陆中央的介入调查 而现在大陆的高层是做出了决定 要撤除薄熙来职务的这个同时 他们也免去了王立军的重庆副市长的职务 两会一结束 大陆官方就发布撤除薄熙来重庆市委书记的职务 由现任的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德江 兼任重庆市委书记取代薄熙来的位置 昨天温家宝才严厉的批评薄熙来应该要反思检讨 今天就发布消息 显示大陆官方早就已经做了决定 只是没有在两会召开的期间公布 出了这个问题 我很痛心 我感觉到我用人失察 所以对这个事情 我们要认真的反思和总结 他这个出走这个事情 我是完全没有想到 这是薄熙来上个星期在记者会上对王立军事件的说法 当时他大声的为自己申冤 但显然已经太迟 其实他在两会期间一度在大会上缺席 当时就已经很明显的出局 他原来被视为是进入中共十八大领导高层 政治局常委的热门人选 现在确定是没有希望了 我们看到大陆官方快刀斩乱麻 很快的对这个事件做了处理 中文新闻胡企人代律北京报道 从这个江泽民开始主政以来的过去二十年 中共中央发生过几起这个重大的政治局委员的 违法违纪的事件 先是有这个北京市委书记的陈希同 再来是有这个上海市委书记的陈良宇 现在的话是重庆的市委书记薄熙来 前两次发生的时间点都没有这一次这样的敏感 因为这一次刚好是在中共每十年的权力交替之际 那一般认为说就是因为要换届了 所以薄熙来的事件搞不好会不了了之 可是没有想到的是呢 中共中央竟然在最敏感的时间点下手 然后撤除薄熙来的职务 这能不能算是这个美育总编辑 就是大陆的政治负责化 法律化和透明化的一个开始 我想应该可以这么说了 因为其实昨天那个温家宝总理的记者会里头 他有两个重点 我们可以稍微给他回顾一下 第一个他提到政治改革是一条没有办法往回头走的 必须一直勇往直前不管障碍有多大 因为政治改革如果没有办法落实的话 这个所谓的经济改革也没办法落实 他甚至还担心文化大革命文革的历史悲剧会重演 这个就点到是不是跟重庆的唱红打黑有点关系 第二个他有关王立军的事件 他也讲得非常的明白 他就说重庆的市委跟市政府要有很严肃的反思 跟得到一个教训 所以你看我们就昨天就预估说 薄熙来可能前途不乐观 那今天马上快刀斩乱 所以应该也可以这么讲 因为王立军事件的事实真相 到目前为止大家还不是很清楚 传说很多 当初在他跑到成都的美国总领馆 对的时候薄熙来派人要去抓他或怎么样 就是传言非常多 还有王立军到底拿手中握有什么 对薄熙来不利的一些事情 我们也不知道 但是以中共的处理模式 我觉得因为它是26月6号发生的 大家不健忘的话 那时候习近平快要访问美国 所以整个事件的处理 我觉得它是有节奏的 它不能让王立军薄熙来的事件 影响到习近平的访美 所以中间之间应该有中美之间的关系 接着就是说中共内部 他要整次他的官征 薄熙来因为传闻也很多 像那天他自己在两会期间 所有的媒体都在找他 他自己这样一个高调的回应跟澄清 事实上只有国际的媒体大篇幅报道 中共的媒体几乎见不到报 所以就可以看到 其实中共中央对这件事情早就有定调 是 而讲到这一次薄熙来的事件 牵涉到中共中央的换界 其实还有一个政党也是要换领导人了 那就是民进党 民进党在5月下旬的时候 就要进行党魁的选举 那这个党内现在是变成两苏之争 一位是天王苏贞昌 另外一位是苏幻智 那现在的问题就是在于说 过去一直反对天王苏贞昌的另外一位天王 叫做谢长廷 那谢长廷跟苏贞昌 他们之前已经有了一个初步的接触 也是喝了一个咖啡 能不能请美育总编辑 就是跟我们稍微点评一下 现在民进党党内领导人的竞争 他的一个态势是怎么样 目前为止 就是说的确是苏贞昌比较有机会 而且他也有意愿 大家都知道他鸭子滑水 到处拜会 他先放出来 就是说跟谢长廷喝了和解咖啡 而且他也提到要去拜访 那个蔡英文 就过去因为他跟蔡英文之间的竞争 然后所以两个人不是很愉快 然后大家知道苏贞昌目前在党内 等于是说实力最强 所以一股围堵的势力就出来了 那我们刚刚讲大书小书 其实很清楚 不必竞争大家都看得很清楚 大概如果苏贞昌 就说要出来竞选的话 是谁与争锋 但是问题 今天反而是谢长廷也有提到说 没有到最后关头 我也没有说我不选 所以我觉得民进党的问题 其实民进党他是一个 应该是一个能够反思反省 然后再前进的政党 如果他想执政的话 所以你看这一次陈局代理党主席 那么在两岸 现在目前在云南有个 中国政策的两岸政策的一个研讨会 民进党也派人 包括罗智正 包括过去的前陆委会的主委 副主委都有人出席 表示在中国政策上 民进党愿意 就是说我要加入这个赛局 我不要再被排斥在外 只有你国共两岸在谈 我民进党也要进去谈 所以他不缺席了 这是一个比较多元的 第二个 其实苏贞昌的系统 就是说他对于两岸的政策 他也蛮弹性的 他也厌喻 所以他外围的 跟苏贞昌比较close的人 也一直在提说 不要忘了大陆这一块 那你在讲说 陈局 陈局已经讲得非常的清楚 我就是代理这几个月 五月一定要有新的党主席出现 那现在重点就在于 蔡英文 他怎么看这件事情 民进党现在就是说 挺蔡英文的人 他们也放话 就是说 你如果要搅逐这一届的党主席的话 你不能搅逐2016 但是上次我在这 我曾经讲过 2014有个七合一 不要忘了 不管谁来当这一任的党主席 七合一选输了 也没有2016 是 而现在我们又讲到的 就是说 所谓的民进党的转型 您刚提到的 就是比如说 像是谢长廷的话 他过去就曾经讲过 这个宪法一中 那现在的这个陈局的话 不只是他自己在云南访问 而且那个党机器 现在也已经有人到大陆 去进行这个所谓的破冰之旅 罗志正去开会 那您也刚刚提到了 就是说这个苏贞昌呢 他苏系的人本身也有弹性 不过讲到这个苏焕智的话呢 苏焕智呢 上个星期 他在接受这个 一个媒体的访问的时候 他有提到就是说 台湾全途决议文 这个部分是不能动的 他认为呢 这次民进党失败的理由 有很多 但是其中一个 并不是九二共事 那他还是一个 比较属于终身代的人 就他一个终身代的人 所做的这个 关于2012败选的 总结反思的一个谈话 您会不会认为 他的立场反而 似乎是落在一般人的后面 倒也不进来 我先讲一下 你刚刚说陈局在云南 陈局没有去云南 是民进党有派人去 罗志郑去了 九二共事 其实大家都很清楚 这一次选举里头 坦白说 没有中国政策这个议题 就只有九二共事 所谓中国政策 就是说 台湾全途决议文 民进党要把它取代 台独党纲 其实这是对的 民进党现在有一股声音 出来说 我们没有办法 去汇除台独党纲 因为会得罪基本教育派 但是我们现在的 所谓的台独党纲 就是台湾全途决议文 来把它取代掉 因为为什么 台湾全途决议文 写得非常清楚 也很合理 台湾的未来 有两千三百万人 共同来决定 这个你要统 要读 要投票怎么样 大家来决定 所以这个东西是 毫无疑问 这是OK的 我刚刚讲说 选举的时候 是没有中国政策 因为民进党不愿意去谈 民进党因为觉得 这个是他造门 马英哲这中国政策 这几年来 两岸关系发展非常好 ECFA民进党都要盖瓜承受 所以谈这个中国政策 对民进党来说是一个造门 当国民党跟两岸 当国民党跟国台办 丢出九二共识的时候 民进党就完全毫无 招架的余地 因为民进党把劳工 跟企业给发分的时候 那个九二共识的时候 劳工都会担心 没有九二共识 不晓得这还有没有 一个工作可以做 那九二共识是什么 变成不重要了 所以苏焕制的这个东西 我觉得苏焕制是 台湾前途节目 是毫无疑问 但苏焕制谈到九二共识 这的确跟大家好像要说 九二共识是不是 民党要盖瓜承受 像ECFA一样 这个可以讨论 但是我要强调的一个就是说 民党选战输在哪里 输在一个九二共识 更严重的是说 很多人他不知道 九二共识是什么 只是一个框架 叫做四个字九二共识 很多人是不知道 但是很多民众只知道说 没有九二共识 可能经济会更差 这就是民进党 比较悲哀的地方 你一再negative negative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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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no 那你请问 你的中国政策是什么 你如果不要九二共识 你要什么 所以这个是 蔡英文就是说 他这场选战下来 我觉得他应该也有在想 因为他是个谈判高手 为了他一直在想说 他谈判的致命上在哪里 是 而今天我们再来请教 一个非常简短的问题 就是您刚提到 民进党是一个有反省能力的政党 那您认为 在这个党主席竞选过程中 不管是哪一位党主席当选 那民进党对这个大陆的政策 会不会有反思 一个简单的回答就好 会 我觉得他们一定会反思 事实上 已经在很多私下的场合里头 他们认为 一定要重新去思考大陆政策 好的 那个今天呢 我们非常谢谢 王美玉总编辑 就美牛 还有王立军的衍生议题 以及民进党的党魁之争呢 所做的精辟的点评